入境旅客大牌长龙 防疫人员一一解说流程 边境松绑第一阶段启动 落地不用再吐口水做PCR 每人发四季快塞 边境解封第一阶段在今天启动 机场落地裁剪PCR的货柜屋 已经暂停运作 机场的清洁人员也忙着拆土动线 回家有四季 今天后面天做的话 你记起来就1357日都要做 新智商路居检3加4地 1357天做快塞监测 过往下了飞机 除了填写核对资料 办理相关检疫程序 再转到裁剪室做拓液裁剪 9月29号起全面取消 发快塞流程因此变快 因为我们拓液还要去检查资料 然后要去让系统去烧 还要刷啊什么的 然后还要给它 因为我说以前可能要30秒 现在可能节省到7秒 7秒对哦 因为PCR的话 可能是还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快塞的话 它基本上的准确度也还蛮高的 所以我觉得快塞 其实就已经足够取代PCR 第一阶段除了取消落地PCR 每周入境总量也提升到6万人 三加四居检可全程一人一试 免签也全面恢复 入境零加七取消禁团令 每周入境总量拉高到15万人等 更大规模松绑 也拍板10月13号上路 专家说若届时BA.5疫情趋缓 还能考虑林佳玲 林佳玲的意思就是说 回到一般的传染病的境外监测 台湾到10月中心之后 我认为国内的BA.5流行 期缓之后 是应该要来赶快做这样的事情 零加七上路后开放入境 也能搭大众运输工具 但指挥中心说开放的前提 还是疫情可控 次世代疫苗即时开打 让冲击降到最低 电影新闻林文姓领域者杨仲强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